咳咳 嗯?開始了嗎? 嗯...那先來首音樂吧 原本講說這些話用打的就好 但是我想一定很多人都會看不到 而且我一定每次開直播都要來回答 所以呢今天就來做個影片 欸先別走開啊 我保證待到最後我會給你們一個驚喜 英式路生存日記在上禮拜終於正式完結了 怕有些人不知道結局 所以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總之就是最後瑞克一行人 逃到了航空母艦上 平安的躲過了爆炸 那很多人在問會不會有下一季? 嗯...目前我是沒有任何計劃啦 因為模組網上的生存地圖幾乎都快被我用完了 而且在第49集尼根的大本音 是我自己將近花了快要8小時才把它蓋完的 嗯...對...8小時...很累 好啦一方面也是因為劇本講的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哪天有一些新地圖 或是我有一些新想法 可能就會額外拍一集翻外篇之類的 是可能不是一定 因為我打算花非常多時間投入在新故事上 在說新故事之前我必須先說 今年對我來說絕對是相當忙碌的一年 因為從2月份開始到8月份 將是我人生最後一段學生時期 老觀眾都知道阿航我目前是一個碩士生 在這半年內我必須完成我那恐怖的論文 我從以前國高松生的時候就聽說 ㄟㄟㄟ 聽說那研究論文很難寫 不不...是喔 那時候懵懂無知的我還想說論文什麼的 干我屁事啊 反正我又不會念研究所 殊不知... 我X現在就是個研究生啊XD 咳咳...差點忘了這裡是荷家觀賞的頻道啊 抱歉... 總之在接下來的半年我必須要很專注在我的學業上 而且為了配合一些模組的更新 沒有錯 這次末日搶劫R星把很多語法都改寫了 非常多的模組要更改甚至是重寫 而這次的更新也打亂了我很多計劃 所以我想說新故事的開始可能會比我預期的還要玩很多 之後的禮拜五我會發一些模組的影片 而這些模組可能就是之後故事會用到的 因為我實在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測試一些模組了 所以就拿發片的時間來玩看看 相信這樣拍攝起來還是會非常的有趣 你們一定會喜歡的對吧 而新故事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就等我論文的進度和模組測試差不多的時候吧 蛤?你說為什麼要測試這麼久? 因為我需要收集非常多的小模組來集結在一起 它不像原本殷屍路的殭屍模組有個核心 我只要去找地圖說說故事就可以了 所以這段時間喜歡模組故事的觀眾 也請記得常常回來我的頻道看看 不要因為殷屍路沒了就離開啊 我每週五下午5點半還是會固定發片的 好了所以念了那麼多 該是來回報一下待到現在的觀眾的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新故事的預告片吧 這預告片從構思到拍攝完畢 我拍了快三個月了 很討厚 快播放 出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